武漢肺炎疫情加劇持續擴散全球 民眾的恐慌也隨之蔓延 在美國民眾不僅搶購民生物資 也搶購槍支子彈 洛杉磯的槍支商店尚未營業 門外已經出現人潮 人們只是感到安全感 如果有人在家裡 他們有槍 人們會在家裡 在家裡沒有保護 這是一種自然的事 證明了 駕駛駛駛駛 比較可能有罪人 因為他們知道有槍駛駛駛 武漢肺炎在美國 目前確診病例超過一萬八千人 民眾擔憂 若疫情持續延燒 造成社會秩序動盪 槍支可能是自保的最後遇到防線 民眾恐慌性買槍 使得店內槍支 與各類子彈銷售量大幅攀升 貨品一到貨 隨即銷售一空 美國是全球及少數以憲法保障人民擁槍權利的國家 面對武漢肺炎來襲 民眾已買槍因應 也展現出不同於多數國家的防疫思維 中央社綜合報導